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NIA News 考量国际疫情人数严峻 移民署宣布 针对本年3月21日以前入境 且目前尚未逾期停留之外国人 全面第三次自动延长其在台停留期限 移民署强调 为避免国际人流移动所造成之防疫破口 及降低社区防疫负荷 针对合法停留超过180日之外国人 前于本年7月17日及8月14日以二度宣布 自动延长30日停留期限之措施 本次为第三次 移民署进一步说明 本项措施仍将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对疫情发展状况之评估 适时检讨调整 2020移民惊人中台湾国际移工球类竞赛 将于10月18日火热登场 台中市劳工局表示 台中市邀请彰化县 南投县 苗栗县 云林县及嘉义县市等中部县市 一同参与 当日将在台中市炒码专用足球场 及炒码国民运动中心 分别举办足球 篮球及新增的羽球竞赛 欢迎移工朋友踊跃报名参赛 本次活动规划有11人制 足球 三人制 篮球及羽球双打 各16队 总计48队 报名额满为止 台中市劳工局也额外准备 550份精美小礼物 提供给参与活动的移工朋友纪念 详细报名资讯 请上活动网站查询 也可洽询 04-3506-7888 分机4920吴小姐 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